今天我們介紹這幾件驚人型其實都會比較漂亮看不出來的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Luna進來 好 這是第一件叫什麼名字呢 魔女曲線 這件就是魔女曲線 那為什麼它就是在我們這邊銷售不錯的話 是第一它看起來不像驚人型的 可是你有看到它這兩邊的側腹乳其實都有包覆進去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可以看一下 我們用平面 平面衣服這樣看 它其實它的側邊包覆乳很多人會覺得這邊卡卡的 對 就兩邊緊 對 然後這邊會磨 你會看到這是有點透的 這樣看得出來 有點透膚 然後它有兩層嘛 所以你在穿在這邊的時候 你在包覆乳的時候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好 這是這件的特色 還有它 來 就是它這裡其實你看我手伸進去的地方 有沒有 它是還有一層的 它是兩層的很薄的布料 然後去把你的背肉跟腹收進去 OK 好 那我們再下一件 好不好 清 那Luna換好了 來 來 過過過過 發生意外 好 然後你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這邊感覺很輕耶 很包覆對不對 很輕這裡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它 它整個 褲乳也被包進去 然後你看它的 背面 我們看一下背面 就是它的 側肉這邊 都被包進去 前面很高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有壓力對不對 不會完全沒有感覺 這件 美波 美波 神手 美波神手 是一直都是 還蠻熱銷的商品 因為它真的 應該有感覺很 有被那個 包覆塑進去的感覺 有被包包的感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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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它這邊的背肉 前面也是很高 做到很高 然後這是三排扣 三 四排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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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Runa是穿洗澡 是不是 可以裝的 然後我們是不是 可以再介紹一些 就是 要再請Runa去換一下 就是 呃 剛剛看到的都是比較 機能型的內衣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 呃 漂亮一點的 這件我們也是 很多網友喜歡的 可以看到 就是 這也是一件機能型內衣 看得出來嗎 它很美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它是 它把這個軟鋼條的部分呢 其實它裡面是有軟鋼條的 所以我們可以請那個 Runa幫我們示範一下 它穿起來的感覺 好來 Runa 趕快來看一下 Runa穿起來的感覺 你覺得很喜歡這件嗎 我覺得這邊很新鮮 這邊很新鮮 就是如果穿那種低袖的話 露出一點雷絲 對 可是你看不出來 它是件機能型的內衣吧 對不對 對 你如果怕穿機能型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很蛤蟆 不用擔心 就是 你看它肩帶很細喔 然後 而且它是兩排扣 日本的內衣真的是 會特別做這樣子的設計 還要換一件 對啊 來 這一件是最近的No.1 這一件是這個顏色我也有 因為它穿起來真的很舒服 然後 材質也很柔軟 請那個 Runa穿起來 有假的蝴蝶結很可愛喔 對 是不是 而且這個藍色看起來很襯膚色 所以我覺得 一個重點 重點啦 就是你們如果要挑精神型的內衣的話 肩帶一定是要偏外側 它才能把腹乳收進來 OK 然後 像有些女生 它其實沒什麼腹乳問題嘛 對不對 它只是要Hold住它的胸型 那我覺得就可以穿這種比較輕輕人的 不用急慢慢來 好 好 來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紅色 這顏色超夢幻的 欸這件 好配你的肤色喔 對啊 但是它穿起來 是不是胸型超好看的 好美 就是 可是它就比較沒有說 收腹 可是它斜邊 其實看一下 側邊 斜邊還是稍微有點高度 嗯 然後它後面是兩排後 兩排後 所以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精神型的內衣 呃 你只喜歡就是稍微 你要穩定你的胸部 我覺得這樣子輕精神的是OK的 而且它又死穿 那今天 很高興就是 我們今天終於做了 就是真的有 請到Runa 對 死穿給大家看 然後希望這樣可以更 讓大家親自 就是見證到 或感覺到這些內衣穿起來的 舒適度啊 或集中度啊這些 那 如果大家很喜歡 我們會繼續做這樣子的直播 好不好